越华娱乐在2014年推出了首个男子组合UNIKE 其中有三名中国成员以及两名韩国成员 就包括了王一博 UNIKE的组合成员都是练习时长在4到5年的练习生 实力和长相都不缺 出道的那一年就在中韩两国都得到了不错的回响 在韩国的打歌舞台也成为过一位候选 在中国也得到了许多奖项 在许多综艺节目上都得到了曝光 甚至得到了去泰国开见面会的机会 但很可惜的是 这个组合就像天边的流星划过 虽然耀眼但稍纵即逝 UNIKE前后只推出了一张专辑 组合的热度留在了2015年 许多UNIKE的粉丝都为此扼晚 认为时不带UNIKE 但更多的还是当时的乐华娱乐缺乏经验 在UNIKE的运营上并不像如今的乐华一样成熟 当时公司过于极其发展海外市场 但UNIKE在自己的大本营中国和韩国并没有站稳脚跟 作为公司的第一个男子组合 UNIKE的能力毋庸置疑 但由于环境的限制 以及乐华运营能力的限制 从2016年之后 这个组合团就聚少离多 偶尔只能在直播中合体 粉丝们至今还心怀期待 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在舞台上重逢 但据是一团火 算是满天星 虽然乐华并没有妥善地为成员们制定新的发展路线 但成员们还是分别有了自己的方向 各自努力 中国成员和韩国成员分别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各自发展 组合分开活动后 中国成员回国发展 王一博进入天天向上节目组 回国的王一博和其他16位娱乐圈新人 组成了天天小兄弟 得到了在天天向上亮相的机会 王一博独自一人重新回到了天天向上的舞台 上一次和他一同前来的是UNIKE的成员们 当时天天向上也处在一个转型期 几位成员的离开 让天天兄弟急需新血液的加入 最后在同年的4月份 王一博和大张伟正式以天天兄弟的身份 加入天天向上节目组 作为新人的王一博 不像前辈大张伟那么老练 毕竟主持并不是王一博的专长 多年以来 王一博接受的都是歌舞的训练 综艺经验也并不多 在天天向上 虽然能得到稳定的曝光 王一博也在努力提升自己的存在感 但主持的表现并不理想 有观众抱怨王一博话太少 但在节目中他幽默的回应 也体现出了他的成长 虽然天天向上没有为王一博 带来巨大的流量 但汪涵和节目组的提携 也帮助他在这个圈子 打下了更好的基础 如果失去了在天天向上节目组 锻炼的机会 以及不断的积累 他也就不可能在创造101当中 获得这么多的关注和掌声 依靠扎实的练习功底和演艺经验 成为创造101导师 王一博女团舞过于优秀戏精 作为韩国的PD系的选秀 拥有韩国练习经验的王一博 被节目组选中 成为了舞蹈导师 思考诮 ging 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